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這禮拜的GNN 其實蠻短的啦 就是刺大天使長劉德雪爾跟慈愛愛斯塔洛薩地獄集 這兩個東西,一個是修羅場 首先我們先看修羅場的部分 是這隻大天使長 當然是指定成員七大罪 因為是當其合作版本 所以感覺是會作球給刺七大罪 不過不知道用哪個比較好刷 感覺應該團長最好刷 然後再來的話呢 其實除了七大罪以外呢 艾斯卡諾、伊蓮恩 這些不是十抽卡的角色 另外還有追高神的女兒伊莉莎白 打這修羅場都會有額外的特別加成 另外救急西亞神 剛剛那個熔煉而已 然後還有這個六星魔幻寶石系列 都有這個額外的分數 所以呢,感覺鑽石不知道好不好打 鑽石感覺如果沒有機械組的話 應該打得也挺快的 然後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劉德雪爾的技能 C8,光屬性神族 極大聖貴 黑白符石就變為原本的色調 然後所有符石轉神族 然後如果場上有魔族敵人的時候呢 會把所有符石轉為神族強化符石 目前看起來還好啦 但是主要是最後一個技能 一回合內首批掉落的十五粒符石 必定為光神族強化符石 這個技能可能有點用 可能有點用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個技能其實CD偏長 前面的那些技能其實都有可以替代的選擇 好像也沒有說一定要刷的感覺 不過合作還是要刷好刷滿啦 那個最後一個技能可能之後會用得到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獄級關卡 3000年的謊言 這個慈愛愛斯塔羅薩 那我們先看他的隊長技能是 暗黑的力量魔 這個倍率非常的低啊 就魔族攻擊力5倍 然後生命回復力1.2倍 雙隊長就1.44 那血量可能組一組也不會 也沒辦法到3萬 然後再來呢 暗星互相兼具50% 雙隊長的話就是兼具100%這樣子 那再加上這個消大於6顆暗的時候 這個魔族攻擊額外1.5 那我這樣算起來 雙隊長也是只有這個 100出頭倍率而已 那加上兼具的話 這個甲倍率算起來也才200多倍 那現在來說是太低了 所以不太適合拿來當隊長 那我們看隊伍技能 這個慈愛戒律 攻擊力機值呢 機值就是卡面上面的數字 就是三圍 攻擊力機值低於他的成員 攻擊力會提升兩倍 攻擊力高於他的成員 攻擊力就變0 所以在組隊上面的時候 可能要非常的小心 這個可能要等他的三圍 因為不知道他的攻擊力是多少 那當然如果說他的攻擊力非常的高 那可能就比較好組一點 那很多成員攻擊力都低於他 等於內建兩倍 就也不會被消除 所以這個隊伍技我覺得要看他的攻擊力多少 他的攻擊力很高的話就是一個好卡 那攻擊力很低的話 基礎攻擊力很低的話 那就 不太適合放他 所以我覺得如果官方要做球給他的話 應該要把他的攻擊力做高一點 好那再來我們看他的主動技 殺戮飛盤 那CD7 隨機兩個角落 我們版面上會有四個角落 每個角落總共有各四顆 然後追機將兩個角落共八粒符石轉為 這個暗魔族強化符石 隨機兩個角落 角落大概就像我們平常在疊那個田自消的那四個角落 那四個角落 然後一回合內暗屬性攻擊力回復力兩倍 這個攻擊力我是覺得還好 那回復力兩倍這種東西就比較少見 以後可能打硬不頓什麼會用到 然後再來如果擊斃敵人的話呢 自身CD-3 也就是你就變成CD4 所以這張我是覺得 這個回復力兩倍有點用處啦 如果單純轉屬加增攻的話 好像就沒什麼用 這個就 看有沒有那種易補盾可以做球給他 做給暗隊這樣子 好那以上就是這禮拜的GNN了 其實就是非常的短 簡短喔 短到我都 一部影片就講完了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一下 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